国际的网谈有一颗正在燃起的行星 也就是西班牙的小将阿尔卡拉斯 在台湾时间9号刚刚落幕的马德里大师赛 他拿下了男子三大冠军 当中他接连打败了西班牙蠻牛纳达尔 还有世界球王萧科维奇 各位观众 晚安你好 我是影桐 欢迎您加入今天华视1900晚间新闻 今天我们新闻一开始 就先来关心台湾疫情的最新发展 今天我们本土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5万例 来到了50780例 而死亡个案也新增了12例 而包括这5万例当中 你可以关注到在双北这里 其实就占了53.5% 这样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而今天这12例死亡里面 也有大家相当关注的这名新北市的孕妇 以及她肚中里面的baby 另外也增加了48名中重症 有两名重症是因为车祸送到医院之后确诊了 还有一名30岁的女性 她是高血压 脑出血后来验出阳性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医生的最新的预判 他们认为说 这个高峰很快就要来了 就在5月16号跟5月23号之间 燃疫的人口是总台湾人口的10% 也就是230万人左右 而台北市这一周大约会有25万人确诊 在未来我们的医疗量能会增加3到5倍 你可以看到其实前几天我们都说 因为假日效应的关系 这几天的确诊人数东东往下掉 果然今天就直接往上标 陈忠也说 其实这个数字才是正常的 已经增加了25% 所以罗宜君也说 他们今天就要来开会 初步希望社区的医院 也可以加入开设专责病房 否则很多大医院已经撑不下去 以及今天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家长在等的 5月12号辉瑞的儿童疫苗 现在确定延迟到火 另外在新北市板桥 竟然有里长接到李明的电话 电话一接起来哭到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他自己确诊了 却被家人赶出家门 确诊者是这一位40岁的妇人 他们一家一共有6个人 住在一间双拼的公寓 在6号的时候 他快筛验出阳性 后来他的PCR也是确诊的 在这个家里面 明明是有独立的房间跟卫浴 但是他的家人 还是不愿意让他待在家 在9号晚间 双方吵了起来 这个妇人就直接哭着 打电话给里长 说他的家人 竟然要把他赶出去 他跟里长求救 警管会之前宣布说 如果确诊的话 可以用数位的健康证明 来取代医生的证明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再往医院跑 但虽然警管会这样说 这个受险工会 还有产险工会 他们到底同不同意 当然还是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就来看 今天到底受险跟产险 这两个部分 他们有没有点头 第一个就是受险工会 他们认为说 数位证明OK 可以取代医生的诊断书 但是他们保留 事后的查核权利 那在产险工会这里 他们说建议要来 受理理赔的申请 也就是说 不用说一定要有 书面的诊断证明 他们要来考量受理 数位的证明文件 但这建议两个字 也就代表说 其实他们要不要来 听取他们的意见 就看这些公司 他们自己的决定 那包括他们今天开会 也说了两个重点 要来决定的就是说 可不可以来替代诊断书 还有如果今天是 轻症无症状的居家照顾 没有用药的状况下 要不要比照住院日额 目前的状况下 是不比照住院日额的 那在未来包括陈时中说 这个新冠肺炎有可能 从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 调整到第四类 时间有机会在7月中下旬 这个对于我们的保单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影响很大 如果真的这样调整的话 我们防疫保单的理赔 将会大大的缩水 目前是第五类 只要你确诊或者是隔离 都是百分之百全额理赔 那如果降到第四类呢 有一些产险业者 他们的理赔只剩下百分之十 也就是原本的五万块 到最后你只能领到五千块 甚至有些更惨 他们的理赔只剩下百分之五 也就是五万块变成了两千五百块 好也因为这个去年人数 不断创新高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药局门口 都是大牌长龙要来买快筛 那现在除了药局之外 药妆店也可以来买快筛 但为什么在药妆这边 反而没有人可以买 今天有一个律师叫做林志群 他就说了 一百块在药局这边卖的大牌长龙 但是一百八十块 在药妆店这边买的却乏人问津 证明大家是想要买便宜的快筛 这个是I want 而不是需要快筛 是I need 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贵个八十块 当然你也会去买 而另外王定宇就说 其实在这个药妆上架的快筛 没有引发排队 可见快筛并不是亮不透 是价格还有恐慌的问题 不过有一个药师叫做林士丰 他就帮大家说话 他说你想想看 除了价格之外 还有一个便利性的问题 如果一样预期要排队 但是药局一次可以买到五支 超商这里一次只能买到一支 如果我要买五次的话 是不是要排队五次 这相比之下 哪个效益比较高 大家当然知道 而另外说到快筛 今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批评中央应该要开放自主进口符合规定的快筛 指挥中心今天正式反驳 他说呢 从前年疫情发展以来 政府从来都没有禁止赏商 进口任何可以这个合乎食药署紧急授权的快筛事迹 而在现在他们也要来演你两个月之后要来放宽个人进口 也就是说这些快筛成效你要自己负责 而且你只能自用 不可以贩售 快筛事迹现在不止缺货还爆出了争议 国民党立委就提报说 得标400万计快筛的这个红朗生技公司 他资本额只有330万 他公司登记的地址更是在屏东乡下的民宅 让立委执疑说这样的公司 他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履约交货 对此在今天业者还有陈时中怎么回应 我们一起来看看 微博部长陈时中在今天视察 在新庄这边的布立台北医院 最主要这家医院里面有儿童的绿色通道 而且还有新冠的专责门诊 但是他这个动作会不会引发 新北市长侯友宜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今天陈时中到了新庄这边来 侯友宜事前竟然完全没有接获到通知 再来就是我们来看看陈时中 今天在这家医院之前他说了什么 他说其实单日破20万确诊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快筛剂 而且社区的筛选站只要有经费 地方有需要 那就OK直接开设 但没有想到侯友宜直接打枪 陈时中这样的说法 他说这个药局的快筛一看就知道不够 已经反映了整整一个礼拜 要等到总统讲话才有用 而且你筛减站就算开再多 他们的医疗人员也是不够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有极限的 甚至侯友宜还跟陈时中喊话 不要只有陈时中来 苏贞昌也应该要来第一线看看 要面对民怨解决问题 好 当然在双北市这边的地方首长 他们心里面是相当着急 因为包括今天这新增的5万例当中 有将近超过50%都在双北市这边 像是在台北市间的确诊人数 已经冲破了5位数 来到了10,283例 所以现在为了要防止 在台北市这边的医疗会崩盘 这也是大家最害怕的事 现在台北市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个就是除了北市科之外 在木杂这边也有一个车来速 在今天市营运 在明天正式启动 分成了上午跟下午 一共是800个人 那如果他们说呢 未来我们的医疗不堪负荷的状况下 这个地方就会直接转型成野战医院 包括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说 这个就是轻症跟无症状患者的户外门诊 而这样的做法就可以保住医院的量能 但是他说这个野战医院并不是中国的方舱医院 而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梅河社区诊所要来进行居家照顾 今天柯文哲就说 如果你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患者 你就必须要找一位保姆 这个保姆就是你住家附近的医生 5月10号开始包括中山文山万华北投先秦 5月16号12个区就要上路 有200多家的社区诊所要会一起配合 市长柯文哲也说 下个礼拜就是疫情的高峰期 就像是打橄榄球一样 要最后准备撞击 只要撑得过去 这个红风就会过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政治焦点 国民党的新竹市长人选还没有出炉 但是前主席徐欣已经在今天重返国民党 甚至还带来了100名青年加入蓝营 被解读就是为了布局年底的新竹市长选战 而党主席朱立伦跟徐欣赢双双双否认 不过地方是有共识 要来推举议员林根根人出马 也有人力挺的是另外一位立委叫做郑振前 不过郑振前也说他相信党中央会推出最强的胜选者 长荣集团的这个兄弟要上山 但是各自努力 如今是剑拔弩张 经营权之争从国内达到了海外的产业 三位弟弟在下午以股权的优势 召开了巴拿马长荣国际临时股东会 在会中就换掉了原本的永久董事长 也就是他们的大哥张国华 并且选任了二哥张国明接任新任的董事长 剑指长荣海运的经营权 而张国华他推派的律师代表出席 但没有想到却被长荣桂冠酒店的员工阻止入场 这个气氛相当火爆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连串的国际消息要带给您 首先呢是菲律宾在昨天举行了总统大选 目前官方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出炉 不过根据现在的最新统计 代表菲律宾这个联邦党出征的前独裁者 马可士的儿子小马可士 他获得了超过3000万的选票 他遥遥领先了他的对手 可以说是几乎当选了 至于小马可士的副手人选 就是现任总统杜特地的女儿萨拉 他则是以3100多万票位居第一 这两大政治家族的组合 现在距离马拉卡南宫只有一步之遥 那究竟这个小马可士他会带领菲律宾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还有忽冷忽热的菲律宾以及中国的关系又会怎么样发展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国际的社会是支持乌克兰的 但是乌克兰的军队却被批评勇勇无谋 美国总统拜登他们在9号签署了一个新版的租借法案 要来强化美国军援乌克兰 重拾二战时期的民主兵工厂的角色 不过被外媒誉为神射手的加拿大佣兵瓦利 他说他在乌克兰前线看到很多让人失望的景象 像是有士兵他为了抽烟竟然自爆行踪 瞬间就被俄军给炸死了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也连带造成台湾海峡的局势 备受全世界的关注 美国这个白宫印太事务的协调官康贝尔 他9号出席了一场研讨会的时候 他就谈到目前美国跟欧洲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相当重要的 而美国国务网的官网在5号也更新了 美台关系现况描述的成果清单 这个清单里面开头就提到 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 此外新版的台美简报 也大量删除了跟中国相关的用词 包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还有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等的内容 但是说到美国 我们还要来看另外一个画面 就是美军这边来到台湾协讯的画面 也再度曝光 好说到中国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位被中国囚禁 整整五年的人权倡议者李明哲 在今天早上 他跟他的妻子一起举行了一场记者会 在立法院交开了 两个人牵手进入会场 一开始就深深一举功 感谢大家的关心 李明哲说 他在湖南的监狱是遭受到了精神虐待 他很感慨 他自己是很幸运的 因为不止可以活着回家 还没有被大家误解做出伤害国家的事情